主角叫做爱丽森 爱丽森是一个辩护律师 可是你们知道辩护律师 他其实是不是一开始就应付一些很大案件的 应付律师也是从一些比较轻微的案件开始往上辩护 然后某一天 书刚开始没多久 他就收到他人生第一件的谋杀案 对于辩护律师来 对于辩护律师来说 辩护谋杀案是一个很大的成就 就他们会永远记得自己的第一件 谋杀案 而且是要帮那个被告辩护 因为这种是难度很高的辩护成辩护 然后也是比较厉害 算是比较厉害的案子 好哦好哦 然后他有一个支持他的老公 他老公呢 经历了一段失业跟离职潮 所以他老公基本上就是在家 然后考上了心理医生之后呢 他就拿到了执照 可是你知道心理医生有执照 到有自己的诊所 其实还是有一点距离的 所以他老公是跟别人共用诊疗室 还有会在自己家里的客厅 开诊间这样子 所以他老公是在家工作型 那老婆就是律师啊 就是出门打打杀杀的那一种 所以老婆时常不在家 然后还有一个很爱很爱女角的女儿 OK 那 爱丽森其实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律师 他很有才华 而且被很多人肯定 可是爱丽森呢 他跟他们的同一间公司 就是同一间辩护律师的另外一个男生 有外遇 而且是长达很久 然后在这一本书里面 他描写他的外遇床戏的部分 没有在跟你开玩笑的 该口交就口交 该硬上就硬上 然后那个男生基本上每次都不管 爱丽森说不要 爱丽森会用尽全力的说不要 可是每次都败倒在那个男生的魅力之下 因为那个男生 那个男生就基本上还是硬上这样 那我觉得场外一下 这其实是有一些女生共业 我觉得大部分的男生没有办法分辨 不要跟不要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在我听起来 这两个是很大的差距啊 可是真的我实验过 我还对我们家老公实验过 男生都没有办法分辨 这两种不要是有什么不一样 所以如果在座这边有女孩子听到 就是听到这一段的话 我们不要再跟他们说不要了 我们不要再用那种 这种这种方式说不要了好不好 因为这种方式是不会有人信你不要的 请你认真拒绝 No means no 请问列车上的女孩也推荐吗 推 小说电影都推 好 后者应该真的不要 可是就真的有人 真的有男生听不出来啊 真的有男生听不出来 直接说滚 我觉得滚可以 就是女生需要一个更 比不要更强烈的字眼来表达不要这件事情 我觉得全世界的女孩应该有公约 然后把这个词翻成各种语言 然后让每个男生知道 就是当这个词出来的时候 请男生fuck of 对 깔� państwa 好不好 好 Anyway 反正就是这样子 那 她的故事背景设定就是这样 然后爱丽生其实有一点点 喝酒的坏毛病 就他只要开始喝酒之后 他就有一点不太受控制 那因为她需要扛整个家里的家计嘛 所以她压力大也是理所当然的 再加上她有外遇 所以她等于是 众多的秘密扛在身上 而且认真说爱丽森 自认不是一个多好的老婆 也不是一个很好的妈妈 从她外遇这一点 其实我们大家先入为主的觉得 这个女生一定不行 就是而且 我其实是前面有点忍耐着看 因为我就觉得你怎么可以外遇呢 而且你看你老公 她老公其实人真的很好 她老公是个很贴心的老公 然后又 又基本上没犯什么太大的错这样子 然后 很照顾女儿 她老公基本上把女儿当成至宝一样 就什么事情都呵护着 然后也会盯她女儿上下课这样 她反而觉得 就是爱丽森是个很糟糕的妈妈 都不会准时去雇女儿的上下课 或者是也不会去带女儿去补习班之类的 就没有做好自己妈妈的本分 她老公是怎么觉得的 对 然后老公基本上又是一个家世完美主义者 做菜也行 然后 然后 什么事情大小都很丁精 就是一个完美的家庭主夫这样 所以就更不把爱丽森放在眼里了 然后他们之间已经两年了吧 没有做那件事 所以爱丽森其实自己也压力颇大 所以才会导致她最后外遇这件事情 她等于是自己有需要 老公又不要碰她 所以她只好去找外面的人 当然这不是借口 我没有在帮她找借口 她这件事情确实是做错了 Anyway她收到了第一份的谋杀案 然后这个谋杀案是一个女生 也是一对夫妻 然后老婆失控杀了老公 就是警方看到那个现场的时候 是老公被喉咙被化开 身上多处刺伤 然后老婆全身是血的坐在她旁边 这样 那发现的人是他们家的佣人 然后佣人发现的时候呢 他们家的黄金猎犬也是全身都是血 然后很慌乱的在家里到处跑 然后佣人就是一脸茫然的看着她的女主人 然后问她女主人说我可以报警吗 然后她女主人就点头嘛 就去报警了 那这毫无疑问的老婆当然就马上说是 是我杀了老公这样子 马上就坦诚了 那接到这一件案子的爱丽森 她是第一件案子 她当然不想要她的被害人 她的不是她的被害人啊就是她的 那叫什么委托人 马上就坦诚自己 马上就认罪啊 因为你马上就认罪的话 那我身上就要扛一笔失败你知道吗 就是我希望我作为律师 我能够做的就是能够尽量帮你减刑 因为你这个罪是确凿的嘛 罪证确凿的被现行犯被抓到现场 那这样至少的话 我们要看看有没有什么协商空间这样 可是很奇怪哦 这个老婆完全就是说 没关系啊就抓我吧 就没关系 我不想要 我不想要减刑 就判我无期徒刑把我判死吧 这样 然后爱丽森就觉得不能这样子 可是当爱丽森跟她的 爱丽森跟她的当事人聊天了之后 她发现这个当事人的老公 就是那个死者 是长时间在家暴她的当事人 不只会打老婆 还会打小孩 而且是打上瘾的那一种 甚至还有手指直接掰断 直接骨折 或者是叫她老婆去舔地上的厨余 那谋杀动机就是 有一天晚上 老公把儿子打到内出血 然后不是内出血 反正就是在地上一直狂踢她儿子 她儿子受不了 上楼躲到她房间里面去 然后老公看到儿子躲进去房间 打不到了嘛 转身打老婆 然后就跟她老婆讲说 你害我儿子跟我反目成仇 我要害你没有儿子 我随时都可以杀掉你们母子 你给我等着 然后她老公就进书房喝威士忌了 然后老婆受不了 就等到老公喝醉 躺在床上的时候 就拿刀 然后开始一直戳她 她就 她就只有说 我就一直 一直戳她 戳到她不会动 确认她 没有办法再伤害我们母子 我才停手 然后这个时候 儿子的口供是 我听到爸爸妈妈在吵架 然后 因为她儿子是寄宿学校 她说她不想要看到那个画面 所以她包包收了 她就回学校去了 她没有去主卧室看爸爸妈妈在吵什么 主要案件就是这样 当然他们爱丽森没有很轻松的问出这一段 她其实中间有发生很多细节 跟当事人交流之后 然后 才问出当事人这背后的心酸 因为 那个女生其实没有那么想要把 她被老公打这件事情公诸于世 就她每次被打的时候都会去医院嘛 然后她都不会刷自己被打 她都是故随而言她 那医生其实也看得出来 医生又不是傻子 可是医生都会在备注后面写说 我等她跟我讲 然后这个女生 她们家又不是那种随随便便的家庭 就是算是有头有脸的家庭 所以她绝对不会讲 真的到最后一刻她都没有讲 我们这个其实是 我一直以为这是这本书的主线 可是你看到后来之后 你才会发现这是这本书的支线 为什么叫写成 你们不觉得奇怪吗 我刚刚前面有说爱丽森会出轨吗 后来她有一次出轨了之后 她就收到那个讯息 就是有人传简讯跟她讲说 我知道你在干什么 你这个贱人 然后是刚跟她的外遇对象 做完那件事情之后 她当然会怕 然后她一开始没有跟那个外遇对象讲 后来就收到那个讯息越来越多次 然后她跟她的外遇对象同时间是在负责这件案子的 所以她们不只是会 平常不只会出去约会 她们还会一起讨论这个案件 那讨论着讨论着 可能就会讨论出一些什么东西嘛 所以每一次她们只要有做那件事情 做完之后 都会收到一个讯息 是你快停下来 你这个贱人 我知道你们在干嘛 你这个贱人这样 还有一句是做任何事情都会付出代价 都会有结果的 你这个贱人之类的 就是类似那样的话 然后久了那女生也会怕 她就把这个讯息给那个男生看 然后那个男生就说 你不要放心上这没有什么 这一定是 说不定这是你那边的问题 这不是我这边的问题 然后那个男生就会讲 她那个同事就是外遇对象 就跟女主角讲说 有家庭的人不是我 有累赘的人不是我 你是不是应该自我检讨一下 外遇对象这样跟你讲 我的妈呀 然后你会不断的在这个故事里面看到说 她老公有多么的好 以及她的外遇对象有多么的渣 但她仍然愿意去跟那个外遇对象 做那件事情 就是很 以我一个女性的立场 我实际是非常匪夷所思的 那她自己其实也是想要跟她老公和好 她不想要 因为她很爱她女儿 她希望这个家 维持一个家 然后她也想要跟老公 她知道她必须要跟她老公在一起 然后她女儿才会开心才会幸福 但她也想跟她老公搞好关系 所以她一直试着想要 看看能不能跟她老公旧情复燃嘛 有一天晚上她就跟她老公提议说 我们要不要找婆婆来带 女儿 然后我们可以出去外面晚上饭店住一个晚上 然后有点像是小度蜜月这样子 那她老公也想了一下就答应了 结果她女主角不是会酗酒吗 她们就有点喝 她自己就后来喝到醉喝到忙 然后她隔天早上再醒来的时候 她发现她全身的衣服都是破碎的 然后下体都是血 她老公就坐在椅子上 然后她老公就很难过 她就说 你怎么会喝醉喝到 连你自己MC来都不知道 然后 你都来月经了 把床弄成这样 而且你还吐的一地 地上还有那种会物 吐的会物 然后女主角闻到那个会物的味道 其实就很不舒服 她又恶心又反胃又想吐 你知道 可是她就觉得很奇怪 她其实那一天 她为了要很完美的跟老公共度一夜春宵 她还刻意让自己不要喝太多酒 她想说她应该不会醉的 结果那天晚上还是醉了 然后她老公对她很失望 然后最后呢 就被她老公 最后发生了一件事情 是让她老公决定要离开她 因为她真的很想很想当一个好妈妈 所以她就陪她女儿去玩桌米场 你知道跟一个小小孩 真的是小小孩 玩桌米场 千万不要听小小孩的话 她女儿就很坚持说 在公园哦 很坚持说 妈妈你一定要数到一百 你要把眼睛闭起来数到一百 不然我没有时间可以躲 然后女主角真的傻傻的 把眼睛闭起来数到一百 结果眼睛一张开 诶女儿不见了 然后老公是把女儿捧在手掌心上 当宝的人 而且她非常注重家庭和谐 再加上她是一个心理医师 结果 当她发现 她老婆 居然把她女儿搞丢了 她直接标骂脏话 你知道 这本书的前面 只要她老公有出现的时候 真的都是好好先生 对她来 就只有叹气啊 还有那个 嗯 就是无奈啊 什么的 就 痴旺 通通通通都没有在骂 就突然到那一段 突然写了一堆脏话 我觉得这个翻译也真的翻得很好 对 然后她一直跟她讲说 她老公最喜欢的口头餐就是 做任何事情都是会有后果的 今天你只是照顾我女儿而已 都可以把她照顾到不见 你这个贱人 反正就是标骂一大堆失控 那 小朋友还能跑多远呢 还好后来又找回来 还好后来又找回来 就是她女儿是个引爆点 然后女儿一带回家之后 老公就说 我受不了了 我要离婚 然后她老公就说 我有跟律师讨论过了 就是女儿一定是我可以照顾的 因为 呃 我比你称职多了 虽然你是律师 你有稳定收入 可是你长时间不在家又酗酒 然后 你又时不时把女儿忘在托儿所 没有去带她 你有太多失职的证明 我可以 我可以让法官绝对不会判 那个养育权 就是监护权给你 然后老公还说 这间房子虽然是你在负担房贷的 但是我要用我所有的退休金来把这个房贷扛下来 请你搬出去吧 啊 对 然后 女主角就这样突然被赶出去 然后女主角就想说 越想越气 她就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怎么可以这样突然被赶出去呢 她就想要回去再跟她老公理论 结果第二次回去那个房子的时候 她老公就放了录影带给她看 也不是录影带 就是 一个小小的短片 她就说 你看看这个是谁 结果是拍到女主角在跟外遇对象外遇在搞的那个画面 而且刚好有一次他们女主角把她外遇对象带回家里 因为那一段时间刚好老公跟小孩不在家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他们在家里面搞的画面 就是很显然的有人在家里放摄影机或是干嘛的 反正anyway 然后 女主角就很震惊说 你为什么会有这个影片 然后她就说 我怀疑你们很 老公就说我怀疑你们很久了 然后她就说 有一次你手机坏掉 我帮你拿去修 你还记得吗 应该是在苹果的手机里面 原本是不能安装什么监视型的app 不过越狱就可以 然后我在你的手机里面呢 就装了一个 可以监视你讯息的app 所以 从很久以前我就知道你们两个搞在一起了 怎么样 你被她搞很开心吗 这样 然后她就说 我其实早就结扎了 因为我知道你是一个很烂的妈妈 绝对不会跟你这种人 就是再生第二个小孩什么之类的 她老公就很难堪 而且她老公不是用这么平稳的方式 给她难堪 她老公是一步一步的问她说 就是你现在 我们现在在看着什么东西 好 这个人现在正在摸你哪里 她把你什么东西脱掉 她把你的手伸进去你的哪里 一步一步要那个女生回答 所以这一个画面其实是非常羞辱的 你们自己在看这个书的时候 看到这个画面 你会觉得那个女生很难堪 就连我都可以透过文字感受到 那个女生难堪的地方 可是真的很难堪 因为她想把女人要回来嘛 然后她老公就说 你如果再继续这样子纠缠不休 我就会把你外遇的这个影片寄出去 然后让你全部的联络人 全部世界 就是公主与私 让大家都可以看到你的胸部 你的阴毛这样 就等于是威胁她 让她不能再靠近 就在这个时候呢 她的外遇对象被控诉 强暴 然后跳楼自杀了 因为没有人相信她 她也确实是强暴人家 可是她自己 她觉得很委屈啦 她的外遇对象觉得很委屈 就像我前面说的 她的外遇对象是一个 黄金单身汉 长得又帅 又是律师 所以她 要什么女人都有 然后她通常都觉得说 女生在拒绝她 都不是真的拒绝她 而且那些女生 其实一开始都跟我接吻啦 就他们都跟我接吻 都跟我调情啦 还愿意跟我到一些暗暗的地方 所以 应该是可以让我差吧 所以那个男生就是 那个黄金单身汉 就是她外遇的对象 基本上就 很喜欢 你们懂的 她就是一个很标准的分布清楚 不要跟 不用 这两个东西的差别的男人 这样 所以她其实印上很多女人 包含我们的女主角 就是 她常常会用 我知道你喜欢来印的 这种方式 然后说服女主角 更扯的是 女主角就这样被说服了 就是 女主角每次被她弄完之后 她就说 我知道你很喜欢我 比较粗鲁一点 这样 然后女主角就 真的是 因为很久没有很需要 但她老公都不碰她 所以她也觉得OK 这个逻辑我真的不行 反正anyway就是这样子 所以 她的 就是 她的爱昧对象自杀了 然后 她的爱昧对象最后被告人家 强暴的那个女生 就是 告她强暴的那个女生 是 英国很有名的一个 律师 对方也是律师 而且是很年轻 才华洋溢的女律师 然后 那个女律师 其实也是有家庭的 只是刚好也是家庭不合入 这样 我不知道为什么 她专挑这种人 然后 那个女律师就说 她其实没有想要跟她怎么样 她就只是 调情 然后心情真的很不好 喝酒 她觉得她也没有到调情 她就是心情不好 跟她喝个酒而已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最后会发展成那样子 然后她自己觉得很羞愧 所以当她找这个女主角 在聊天的时候 就刚好聊到她嘛 因为她们都认识 然后她就跟那个女主角讲说 我真的没有想到她会自杀 因为我就觉得 我只是觉得想要 就是一个清白而已 然后 不只有这个女律师 跳出来告她 还有另外一个 实习助理 也有跳出来告这个 这个 外遇对象 就是这个 年轻才华洋溢的 不知道 不要是什么的男子 这样 那 她就跟这个 女主角讲说 是我的心理咨询师 心理咨询师 鼓励我去告她的 因为她觉得 这个是强暴 然后她如果能做这件事情 能让我心里 跨过我心里的一个门槛 我才能够坦然的去面对我老公 这样 然后她就说 心理咨询师 我说对 我心理咨询师说 做任何事情 都是有后果的 然后她老婆 就是 我们的女主角一听 这不是我老公的口头禅吗 然后她就问她说 你这个心理咨询师 感觉蛮睿智的 可以介绍给我认识吗 然后那个 女律师果然就拿了 她老公的名片给她 所以她老公 自始至终 都知道 她的 她老婆的外遇对象 也在跟别人搞 然后她老公就逮到机会 游说她的 这算什么 客户 去告她老婆的外遇对象 把她老婆的外遇对象弄死 她就一个隔山关虎斗这样 所以从头到尾 大boss 都是她老公 超可怕 好 这里还不是最可怕的 她老婆听到之后 她就觉得 不行 她就想说 好 不行 我老公真的有病 原本她觉得 她老公只是 手上有她的把柄而已 但其实你冷静想想 她老公早就知道她的外遇了 但是没有在第一时间阻止她 反而是开始搜证 然后 安排她 去接触她身边的客户 想尽办法 找人来弄 她的外遇对象 这已经是一种病态了 然后她就想说 她要回去跟她老公摊牌 她不管 然后甚至那个女生 还在她自己的内裤里面 找到一个很小很小的 摄影镜头 那就是她老公安插 那一天在她身上安插的 不然她老公根本拍不到他们约会 在做那件事情的画面 她看到那个镜头之后 她就想说 很好被我逮到了 你这个就是违法的 你怎么可以在我身上放监视镜头 我要去告你 然后她就想说 她逮到这个东西 她就心里面 她心里很想说 算了 让全世界看到我胸部也没有差 反正我就是要告她 我就是要跟她一拼 我就是要把我女儿要回来 结果她就走进去他们家 然后那个大门这样 碰很大力 她就故意这样把他甩开很大力 然后她就走进去 她要找她老公 结果 这画面实在是太震惊了 她看到她 她看到他们家的电视墙上 大电视上 播着她那一天 跟她老公在 饭店的画面 她老公说她喝醉酒了 其实不是 她是被下药 然后画面里面的那个女人 感觉像是一块破步 她老公正在强暴着 毫无知觉的她 而且用摄影镜头 用各种方式 用各种东西去插入她的下体 所以她的下体才会开始流血 然后 那一个画面里面的女人 因为被灌药了 看起来就像死人一样 她看了很久才发现 那个女人是她自己 那她老公人在哪里了呢 不过这个画面的人在哪里呢 她老公在 另外一边的书架上 她老公把一条绳子 绑在书架上 然后把自己撑在 那个 吊在那个书架的上面 手 很 一直想要去拿 书架上的写层 她老公在玩 窒息室性爱 然后窒息室性爱啊 因为我对这个东西实在是 窒息室性爱已经超过我的 知识范围了 就我知道我这玩意儿 所以我不知道她怎么实际操作的 我在找她 窒息室性爱是怎么样 就是听说 窒息室性爱呢 是一种 是一种 利用窒息的方式 让人达到高潮的一种行为 那窒息室性爱不一定要别人帮你 你也可以在墙上 就是弄一根绳子 然后把自己吊着 然后撑在一个刚好的角度 但是不会死掉的状态下 然后你会放一片血尘 就是当你快要昏迷 就快要不行的时候 就是到了那个瞬间的时候 你嘴里要含着一片血尘 用这个酸味把你叫回来 然后你就会 你就会 醒过来嘛 你就会撑回来 然后你就不会窒息 你就会得到呼吸 你就可以下来 然后顺便你知道就高潮 这不是我的领域啊 我是看书的啊 我就照翻啊 我没有玩过啊 我不知道啊 那反正anyway 就是他老公正在玩这个东西 那窒息室性爱其实有点危险啦 因为他 你不是说他刚进门碰的一声很大声吗 所以他老公就吓到 然后就他原本有一个椅子 是这样撑着 他可能就不小心把椅子踢掉 然后就变成窒息这样掉着 所以他老公就 那个脸就突然间冲紫色 就冲完紫色 然后变血色 然后就是这样一直叫他要救他这样子 然后他老婆就这样看着那个 大电视上面吊着他被正在被他老公强暴的画面 然后再转头看到他老公快死掉的那个脸 然后他上面就写说 我会叫救护车 嗯 再过一下吧 再过一下我真的就会叫救护车 然后画面就快转到五个月后 五个月后的第一句话是 他的女儿边吃早餐边说 昨天晚上我梦到把鼻 是吗 是什么样的梦 是个好梦 我们在沙滩上散步 还盖了沙堡 后来他说他得走了 但他很快就回来 我绕过桌子去抱他 他转身抱住我 我想他 真的好想要看到他哦 我懂宝贝我懂 我又抱了他一会儿 直到他回头继续吃早餐 他们跟我说 会有这样的经历过程 悲痛突如其来 然后生活逐渐正常 女儿不在学校的时候 几乎都跟我在一起 慢慢走过了伤痛 我们一起走路去学校 下午我们要去马沙家 我说 我六点去接你好吗 嗯 我喜欢去马沙家 他说 我喜欢他们家的猫 我们可以养猫吗 我真的差点直觉说不行 以前都是这个答案 但我想到 坚决反对的人 一直都是老公 我停下脚步 在女儿的身旁蹲下来 嗯 我想那一定很棒 我先研究看看 看能找到什么 也许我们考虑养两只 这样他们就可以作伴了 哦 真的吗 他开心到满脸通红抱住我 真的 我想我们可以给他 一个很幸福的家 把女儿送到学校之后 我继续前往货本区 克罗伊已经在办公室里 整理文件了 都准备好了 他问 嗯 都准备好了 我说真的 这是我最后一次在法庭上开口 好了 反正安妮以后面就是 五个月后的结局了 对 他老公就这样子 嗯 被他自己玩死了 那至于他前面接的谋杀案呢 还有人记得那谋杀案吗 哈哈哈哈哈哈 他前面接的那个谋杀案其实也是有蹊跷 不过我觉得就留一点点东西给大家去里面看了 我觉得谋杀案的 谋杀案也有一个谋杀案的反转 就是这个里面其实是两件案子 一个是女主角自己身上的事件 一个是谋杀案的那个事件 可是我觉得谋杀案的那个事件反转比较在我意料之中 可是女主角这个反转真的是 写得自豪啊 这个老公本身应该有心理问题吧 有啊 而且这个老公他进行他的那个心理资商啊 他是跟一票男生在进行心理资商 就是这票男生可能都是跟他有一样的性癖好吧 因为他老公的心理 他老公专制的心理资商是姓陈颖 姓陈颖还有婚姻问题 他是挂这两个心理咨询 所以他老公自己婚姻就有问题的人 还挂心理咨询 然后他老公自己姓癖好就有问题的 还挂姓陈颖咨询 这个真的是 吓得让我觉得 我是不是真的要去找心理医师呢 啊 一个 一个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呀 好啦 其实也没有太 我觉得那个 那个反转其实没有很 严重啦 就是 我不是说那个外遇对象跟 女主角两个人是同事吗 然后他们两个又负责同一个案件 所以他们的当事人其实有跟 男生 就是那个外遇对象 讲一个很大的秘密 然后这个秘密其实是会影响到 女主角辩护的 那后来那个男生自杀了之后 那个女主角就有 其实女主角略略也有发现一些 不对劲的地方 就是他为什么他的当事人 证词其实是有点前后矛盾的 尤其是在发生事件的当下 证词第一次跟第二次跟第三次 永远都有对不太起来的地方 然后他就真心的问了他一个问题 然后那个当事人就点头说 对就是这样子 其实被女主角说中了 然后女主角跟他的伙伴才倒抽一口气 因为他们如果不知道这个真结点的话 他们上法庭辩护是有可能会变成伪证 就是他们两个律师也会有问题这样子 所以就不是什么大事 你们可以稍微想一下 其实没有这么难 说不定我这样子讲 你们就能推理出是什么样的毛病了 他的影头不比病患小 我觉得他那个不是影头 他根本就是在 他根本就是要头在找朋友 你知道吗 好啦就是这样子 就是写成就是英国惊悚小说 我自己看了之后 我觉得是有看到一些 女性的 算女性的悲伤的地方吗 就是他其实潜意识 他一直被他长时间 一直被他老公这样子玩弄 然后他一直都不知道 因为他都是在喝醉的状态下 然后醒来嘛 他一直都不知道 他只知道他自己 就是很渴望被爱 可是找不到有人爱他 然后其实你在这里面看书的时候 你可以发现老公是很自卑的 他因为家庭 就是当家庭主妇 然后又长时间失业在家 或他的事业 其实没有他老婆成功等等的原因 他其实失控的时候 是对他老婆大吼出 反正你就很得意啊什么的 但其实老婆从来没有 看不起他老公 他老婆都一直都觉得 就是还好家里有他在 不然他真的忙不过来 你可以看到那种男生跟女生之间的那种想法跟对立 真的很可怕 大概就是这样子 我觉得这本书其实 这本小说我不会说说书 但是他有一些还蛮有趣的点 大家就是可以自己去体会看看 就为什么在这部戏里面 这一些女生 不管是外遇也好 或者是杀人也好 看起来都是在做一些不对的事情 可是又这么的 你看你一开始看到他们做那些事情的时候 你也会觉得这些人很糟糕很乱很淫乱很混乱 可是你看到后来会觉得他们这样做很可怜 因为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自己突然就变成受害者 连自己变成受害者都不知道 这真的很可怜 就写成推荐给大家这样 我觉得我很久没有在我的频道推荐小说了 因为我最近真的也很少看小说 可是下礼拜又要来回高雄一趟 所以说不定又有 说不定下次下礼拜又会有时间 再 再来 再来 再来分享一本小说吧 我喜欢 我还蛮喜欢在高铁上看书的 我搞不清楚是只有旅馆那一次还是女主角喝醉都来 警方有在那个老公的电脑里面找到女主角不止一支的影片 而且还有其他女性的影片 所以有可能老公不只是对女主角下手 不只是对老婆下手 可能还对他的女病患下手 一个月看多少本书呢 不一定 不一定 其实他老公常说的那句话 完全能回用在他自己身上 真的啊 真的啊 对我一个结婚的人看这本书蛮可怕的 我就是看小说逃避一下 下礼拜 下礼拜又要光铁来回高雄了 我可能下礼拜又会再找一本小说来看 我相信大家有看到什么小说 也可以推荐给我哟 好啦那既然没有什么事情的话 我就要结束啦 高中生看蔡康永的书适合吗 适合啊适合啊 我觉得没有什么书是什么时候看不适合的 不过高中的时候看跟大学的时候看跟初社会的时候看 得到的感想跟题物不一样 蔡康永的书要看是哪一本啦 如果是说话知道的话我不确定 但是如果他后面两本的话 我觉得什么时候看 不同的年纪看会有不同的感受跟题物 还是可以看看的 有些金钱管理的书吗 其实理财的书我反而 理财我真的很少看书 理财我都是看线上的资讯比较多 因为书毕竟比较提供的是一些基础的资料 基础的资讯 然后如果你是要投资啊 投资的话我会 我会看国际局势 然后我会看线上比较快的那种流通 那种短篇的贴文 看那种东西 因为投资这种东西变化很快 所以你要甚至是新闻都已经慢了一手到两手了 所以我投资金钱的书我真的很少看 啊你多那个吧 财属兄弟出的那本我觉得大家可以买 好的 那今天直播到这边告一个段落 谢谢大家 下礼拜四如果没有直播的话 就是我赶不回来 好的 大家晚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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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